而且不管說英哥今天講什麼 我就是 好是對 真的嗎 好棒喔 你要那你要說服我啊 你要跟我說新竹哪裡好啊 新竹就是 優質男人多啊 天氣也沒差好 還沒帶雨粉 當理工男在解決問題的時候 被討厭人家旁邊七嘴八嘴 吃了就 可以了解為什麼阿伯會選擇這個 來當成是 客家的伴手禮 很好吃欸 欸我已經吃了 噔噔噔噔 這麼多東西 我還吃得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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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來到國會台八線 最近呢 在網路上說現在台灣女生呢 最喜歡的男生類型是什麼呢 就是第一名 理工男 我們呢 剛剛好 在民眾黨內部有唯一一個 理工男的縣議員 林碩雁 碩雁哥 要跳一下 嗨 我們很漂亮的主持人你好 你好你好 主持人你這樣一講我實在是 唉 就 有點害羞 接下來我就是會 由我來先發智人 我先來出招 首先呢 聽說 攻略理工男的方式有兩個 第一個呢叫做 提出問題解決問題 所以我今天呢 第一個就是先提出問題 碩雁哥 我第一次來新竹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我跟你講我平常不是這樣 為什麼 碩雁哥我第一次來新竹 你可以告訴我說 新竹哪裡好玩嗎 其實新竹縣 它是一個有城市有山區 有偏鄉有都會 在新武縣的山區的資源 非常的豐富 所以很多從北部來的 中部來的都想要來這邊露營 野營 這麼多的豐富的山區的資源 其實我們的這個很棒的地方 不是只有露營野營的補給站而已 理工男呢 最喜歡的第二大點就是 他喜歡主動積極的女生 我今天呢就是主動開話題 而且不管說雁哥今天講什麼 我就是 好是對 真的嗎 好棒喔 這種角色 好嗎 好棒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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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營哥 我這樣子看啊 這條老街 跟我之前去過的所有老街 都有一種似曾相似的感覺 這裡內灣老街 有它特色的地方嗎 喔有喔 其實內灣在過去啊 它是一個日據時代 應該算是一個木材的集散地 對 然後也有煤礦的開採的地方 所以它這裡一定就會聚集一些工作人潮 那它又位在橫山鄉的路口處 補給的人會先在這個木材集散地 這個小市集這邊先補給 其實這裡是一個客家部落 對 你想得到了客家美食 這裡都有 我超愛的 客家小草 油雞 還有殭屍大腸 跟著我轉沒錯 走 今天呢我是理工男的約會行程 我們就是要幹嘛 主動初級跟對是好 好吃這種 宣哥你覺得點這樣可以嗎 喔可以啊 主動初級 老闆娘 冰檔花湯很清爽嘛 適合炎熱的夏天再喝 退火是不是 退火喔 吃冰檔花湯不要嚼冰檔 對對對 咪咪其實你剛走進來 你有沒有看到有一串字 什麼字 非常令人正本 不好吃面前 這種就是那種很有自信的人才會講出來 理工男有一個特性 不好吃他就會說不好吃 好 結果我們來申請人家免錢 好 我們正職務實嘛對不對 好送單 好送單 老闆有壓力嗎 不好吃免錢喔 老闆臉都女人 欸我來我來我來 讓女生倒不好意思 來來 這一段要錄喔 理工男的貼心 好了上菜了 每一道菜都不能用好吃 你要用別的形容紙 不然會把100塊 來 真的喔 你先吃 那我用表情形容 你根本就還沒吃下去 演技比較差一點 以前你說你是工程師 你是哪裡的工程師 你一直都在新竹嗎 對我是 其實竹科工程師 喊的最響也最道地的應該就是 林碩燕 因為我在竹科工作就是15年 對 那我之前的工作就是在 聯電 聯勇啊 動武 先在半導體廠工作 然後再來就是轉IC設計廠 那你怎麼會從工程師這個工作 跳到政治呢 對很多人問我這個問題耶 我每次回答我都會覺得說 欸怎樣回答會比較 不要不要那麼虛偽 講得很說啊我就是因為理想這樣子 因為我住的地方是 竹北的重化區 它是一個新開發的 它是新重化的地方 它很有機會透過民意代表的建議 去做一些 不敢說改變 但是是 你會 比較接近你想要的願景 所以我就說 這個新開發的地方 我們來當個民意代表 能告訴外縣市一進來 住在這邊的人 告訴我們的地方政府 他們的想要的一個 訴求是什麼 它認為一個新的城市 它的願景 而且還有一個重點就是說 其實公共事務也沒有這麼困難 但是很多人 有心人 他把事情給搞複雜 我們工人師從政是要解決問題 他們是要把問題解決 他想要把這個提出問題的人解決 對 他不希望這問題被人家發現 對 所以這就是我們工人師 最看不慣的地方 如果我在一集 他幫我下是不是 觀看過十萬 明明就參選市給市議員 七十萬 好不好 他叫他選一員 叫他選一員 對 有機會咧 來新竹縣 你有來 我現在走遍了各大鄉鎮 每個鄉鎮的人都說叫我留在當地 是 你要那你要說服我啊 你要跟我說新竹哪裡好啊 你開始摘起來了 開始摘起來了 新竹就是優質男人多啊 全台灣二十個里的最有錢的里 有十二個還十五個里在新竹地區 真的嗎 新竹縣就佔了將近十個 你眼睛不要太亮 你在這邊除了選舉找工作之外 你還要找另外一半 你也希望你的麵包有顧到啊 我的精神層面都是 從我的麵包去顧到的 哈哈哈哈 劉恩哥 力氣夠大嗎 還啊 還可以 今天就交給你 沒問題啦 喔 欸 一抹就有欸 好專業喔 各個都有專業 各個都有專業 三十年的老店 好 這樣子 欸 哇 對 老闆這裡應該也可以 掛一個好喝不用錢 好喝不用錢一邊談 哈哈哈哈 不好喝不用錢 一邊磨一邊在旁邊稱讚你 好棒喔 好會磨 你已經磨到醉了欸 真的喔 摸到醉了 摸到醉了 還記得我們的理工男攻略手冊嗎 就是 讓他去解決問題 當理工男在解決問題的時候 最討厭人家旁邊七嘴八嘴 對 所以你平常在 解決市政的問題 如果有人在旁邊七嘴八嘴 你會叫他Shut up啊 我會覺得他沒有在跟我一個 磁場的 同一條路上 我就會覺得很 因為我們上一個議員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Shut up 這麼說 一走進來就看到了 他會直接叫他美女去跟 你自己開始說 還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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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這裡 這其實看得出來 老闆娘其實 有他自己的支持對象啦 民眾打入這樣子 海納擺穿 族群融合 就跟我們的擂茶一樣 融合在一起 哇 沒想到他可以做冰的耶 因為我以前對擂茶的印象都是 熱的 然後又想說夏天 這麼熱的天氣 你帶我來喝這個 所以他可以三十年屹立不搖啊 他很像 花生糖 芝麻糖的香味 然後又有一點茶葉的那個香氣 恰到有醋 最後還有一點回甘 先放那個米香 那個烤烤烤的口感 超級搭的耶 大小沒有一致可以嗎 可以啊 如果我們 我們有時候要有一點變化 人生才會精采 我就想說 來聽聽看你要講些什麼 說服 要當那種很難搞的女生嗎 對對對 天氣也沒茶好 還沒帶雨 其實啦 超兇 超兇 有時候天氣下雨 會增加一些浪漫的氣氛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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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伯 柯P的選擇 這裡怎麼會有阿伯 阿伯的比例拍得不好 我們那個內灣最有名最道地的 野江花粽 非我們沾阿姨莫索 僅此一家 沾阿姨 別無他家可以選擇 金竹縣 重要的游柔溪 就是我們的水源發源地 游柔溪 河邊的都可以採到野江花 就地取材 然後發展出這個 非常有在地特色客家風味的 野江花粽 沾阿姨 那你跟我們柯主席 是怎麼結緣的啊 那時候是在台北花博的時候 他們訂粽子到台北市吃 然後他們幫我們拍照 所以後來我們的明明片 上面都有阿伯 那他在我們家已經佔了十年了 他已經在這裡佔十年了嗎 對 辛苦了辛苦了 然後因為他的裡面 我們真的是 常常看不一樣的客家民眾 那像野江花的葉子包的 裡面沒有花沒有薑 就傳統的客家粽子 所以他是因為 葉子有香味 葉子會吸裡面的油 吃起來完全不油膩 吃了就 可以了解為什麼阿伯會選擇這個 來當成是客家的伴手禮 因為他真的很有特色 他跟我一般吃到的 所有的粽子都不一樣 他的那個特殊的香氣 很好吃耶 欸我已經 吃了 噔噔噔噔噔 這麼多東西 我還吃得下 我們不是說要去一個約會行程嗎 你把我帶來這個 這是公園嗎 你不覺得這個公園看起來特別大嗎 它佔地有超過兩公頃耶 對了你有看新聞嗎 這個偽創已經快要入住了 有有有我有看到新聞 說會有四到五千個工程師 入住在這個地方 當四千工程師入住的時候 竹北的房地產就起飛了 那我知道你為什麼帶我來這裡了 我是來這裡尋覓我的Mr.Right YES 好那我們走吧 心情突然好起來了 對 雙彥哥還是很懂我 很好玩耶 雙彥哥滑滑滴給我們看 攀岩 攀岩 哇攀攀看 因為我知道要來這裡 所以我穿裙子 這樣我就可以不用做了 加油 修彥哥一看就是有在帶小孩的 他的很好 真的 好怪喔 如果男生招待你來這個感覺怎麼樣 講真的 他是偽創的工程師嗎 對如果是 好喜歡喔 好玩喔 我從來沒有看過公園裡面有這個滑鎖耶 這樣可以嗎 感覺怎麼樣好不好玩 我平心而論我覺得如果今天我是 新手媽媽 我會非常希望就是我住的社區 也有像這樣子 這麼大的公園 如果是小孩子的話一定會覺得非常好玩 對 我們收到的訊息 沒有小孩說覺得這裡不好玩 嗯 真的我看到那邊的小朋友 每一個都玩得好開心 而且這個AI智慧公園是免費的 不需要跟像其他的兒童樂園一樣 對對對 因為其他兒童樂園都要花錢 欸我這樣子就是整體看下來啊 我覺得整個新竹的市政真的是做得很好 就是還好我們在這裡有市長還有三個議員 重點是竹筊的議員 唯一議席 林議員 哥棒 哥我們早上不是才剛去過老街而已嗎 你為什麼又帶我來這個老街啊 咪咪你有所不知啊 有所不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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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個湖口老街啊 它剛好在交通位置上 剛好在湖口交流到附近 嗯 作為一個一日的旅遊的結尾 它剛好是最好的一個地方 第二個 你有沒有看到 全台唯一保留最完整的巴洛克建築 對它的古色古香的味道是最完整的 還有最重要一點 它這個老街不長 媽媽帶著小朋友來的時候 他不會覺得很累這樣 好好好 也是被你掰出三個理由來 那我們就走吧 國具系咧 spooky 嗨 李市長好 這有我們湖口形象商圈 推廣協會的李市長 嗨 嗨 你好 妳好 當初柯文哲主席來湖口這邊 競選走街的時候 我們李市長幫很多忙 那你覺得我們가� excited caut financing 剛剛不是這樣講的 要先講一下 沒有 他人很實在啦 其實是很實在 然後很服食 然後其實他雖然不在我們湖口在地 在隔壁鄉 但是身為我們湖口的女婿喔 他其實也很照顧我們 每次來其實有什麼樣的事情 或者是有什麼建議 因為我們這邊也正在發展中 我們商圈協會其實成立現在是第七年 對 那也是希望能夠帶動地方 然後他都會給我一些建議跟一些方向說 我可以怎麼樣來取得更多的資源 市長 因為你有做這種小草的標記對不對 標示你是真的非常支持柯文哲的 那你為什麼會支持他 我其實一開始的話 其實也比較單純我們討厭男女 對 然後後來其實那時候柯文哲的團隊 然後包括柯文哲來到我們湖口老街 他真的我覺得他很用心 他有看到我們老街需要什麼 然後也指出來可能後面 有機會可以幫我們一些什麼 我覺得他是真的蠻用心在 在看這些我們老百姓居住生活的地方 那做彥哥接下來還有兩年時間的任期對不對 你有沒有希望說可以在你的選區 這兩年任期再多做一些什麼事情 是我們的那個交通公共公車路網 不是做得很完善 大家都在抱怨 我們進入線沒有公車 大家很少聽說我是搭公車上班 對 很少 這就是一個問題 第一個我們的班次不夠 第二個我們公車不夠準時 第三個我們的後車停不夠友善 第四個我們的公車車齡很高 不是屬於友善長輩搭乘的一個電動巴士 因為我是工程師嘛 我是認為我們的新竹先生 他的資源可以向外尋求 他可以去結合科技公司 比如說鴻海的電動巴士 其實已經在高雄市 新竹市也有了 是不是我們可以去諮詢 是不是可以引進一些比較 比較新型的電動巴士 我們的後車停 可以參考 比如說我們台北市 當初我們科主席他 他經營的這個友善後車停 智慧後車停 比如說跟APP連結 可以了解你要搭的公車 什麼時候到 一個自聯網的概念 我們都喊科技城 科技首都 講的比較難聽是說 科技公司比較多 對 如果真的有沒有科技元素 落實在生活每一天 這個必須 還叫他繼續努力 咦 咪咪你覺得 你對於今天的行程 理工男的安排 你覺得好玩嗎 我覺得 就是 還可以再繼續努力 我們面對問題解決問題 好 好啦今天非常非常謝謝 碩彥哥帶我走的 一日理工男行程 說好玩嘛 嗯 你們自己去評判囉 好啦那我們今天就到這裡囉 大家掰掰啦 掰掰 你們拼經濟 我拼足北未來 掰掰